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GenXYZ, 又是我Jade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MetaMask的Gast費 以及如何設定一個Custom Token 事不宜遲, 先說說MetaMask 裡面是空的Gest, 開了空的Gest給大家看 第一步就要說Gast費 Gast費是什麼呢? 例如Buy和SWAP Buy和SWAP不跟大家說 我自己當MetaMask主要是去Send Con 很少在MetaMask直接買或SWAP 通常是去其他Desk, 例如Uniswap 先看看發送 你見到發送, 你要先進入一些地址 我隨便進入一些東西 稍等一會 我當我input 0x 我input隨便一個contract address 當然你不會發送到contract address 我當這樣 你會看到一個介面 當你input了ERC20的address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發送的資產 裡面只有EV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EV 到底發送多少 例如一粒、兩粒、一粒 12粒也可以 123粒也可以 123粒也可以 你會看到交易費 什麼Gast費呢? 其實就是你做這個交易費的時候 要付多少Gast 即要付多少手續費 它有慢、平均和快的 萬固然資金 你會付很久 平均呢 你會怎樣呢? 平均的話 即是沒有那麼久 可能兩、三個小時 快的話 你最快可以去到一、兩分鐘 甚至如果你再給多些free 即是你有一個進階的船航 你可以給例如 我給100個grade grade 就是一個Gast的單位 例如我給100個grade 在100個grade的情況下 又要高過它的聚職 你知道EV其實有時候 會看回網絡的堵塞情況 去提升grade 當你高過預設的grade 在100個月的時候 例如100個月 有時候可能會更高 即是你給0.002個月 那當時你很快 那幾秒呢 其實已經出到一個交易 簡單來說 grade 就是一個Gast Free的單位 你可以選擇 Gast的上限 那你記住 千萬不要把兩樣東西交換 即是你把Gast上限 當了是Gast價格的grade 那你填了21,000 那很糟糕的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我試一下計算21,000個 那你見到是0.441顆Yves的cost 如果你不幸運 你按了21萬 你會給4.41顆Yves 去做一個交易 所以千萬不要撈亂 這個grade 價格和Gast的上限 記住Gast Free 是很小的 即是你最多 我覺得 你很小的時候 你用1000元 就是1000的grade 不是1000元 1000grade 我當是0.021顆Yves 其實已經過了一個交易 正常情況 根本不會很高 你看到這些其實 0.031 0.034 0.034 0.059 你只要給你進階選項 即是我自己 我通常就是當 如果你按進階選項 之後28 我會選擇 大概$10 那你就當 40 那基本上 你很快就已經過到交易 好了 簡單來說 這個grade 或者是Gast的一些 手續費 這些東西 大家都應該有一個清晰的 那先說一下 怎樣去加一些 Custom Token 因為當你去Uniswap 去做交易 的時候 你呢 有些Token 是看不到的 但是 你的MetaMarsia 是一樣的 都會有些Token 因為它不會顯示 你所有的Token 有些是要你自己 加入 那你怎樣 怎樣可以 加入這些Token 其實你就要 做一個Custom Token 例如你看到這個是有加日代幣 那其實就是Custom Token 它有些幣 它不會自動顯示 在MetaMars裡面 那你自己加 去上一頁再看一次 看到這裡有一個加的功能 那你填什麼呢 其實你填回 那個代幣 譬如是APRV 有Country Address 你填回它的Country Address 那你搜尋 未必搜尋到 通常你都是要自訂 自訂的就是這個位置 即是Custom Token 放進去 那你見到Search 我一扔Contract Address 它自己彈出了APRV 然後它下一頁 加入代幣 那你自動 之後呢 你的帳戶裡面 你的MetaMars裡面 你會看到有兩個 一個是APRV 基本上你想在這個MetaMars裡面 看到其他Token 你都要經過加入代幣 做Custom Token 這個部分 填Token的Contract Address 你在Country Address 裡面就會找到APRV 直接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填上 你便會看到 到底這個Adress裡面 有多少APRV 那即使在Uniswap 有時候 你做Swap的時候 你都要填上Country Address 因為它未必會立即 解釋到你的Token 因為你的Token 未必是 最普通的Token 比如Uniswap 你看到這個位置 你就這樣打APRV 就是APRV 沒有的 但你填了Custom Token 和Contract Address 你便會看到 可以加上App 按 你便可以幫它找一些Pair 這樣做 好了 大家都應該差不多知道 什麼是Gast Free 什麼是Custom Token 這個步驟 今集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 最後最後 按一下小鈴 就可以收到我們第一時間的資訊 今天就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